在这个关键的时候,关键密封的特别的严实,三四个人用力都没有撬开,最后还是用挖掘机的铲子才把关键给打开。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?证明了木主人这个身份非同一般,可奇怪的是,翻遍了史书,也找不到这个叫黄竹吴的人,那么这口棺材会不会告诉我们? 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手向面向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,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圆竹可添加,本局是微信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26682135。 那个皮肤啊,还有那个头发,尤其头发保持得非常好,皮肤这块也没有腐烂,就确实有点变黑了,有的突然发黄,然后呢,我们用手去当时摁的时候,很有财性。 事后,一个惊人的发现,却彻底推翻了这种假设。 贾卫平发现,干尸里曾穿的一件衣服,似乎有点不同寻常。 有点紫色,深紫色的,然后关键是我看着下巴袖着,还是蕉牙,上面是光着剩一条龙,我们就没有敢再打开,看到这之后,我们当时就感到挺震惊的了,当时我们觉得这本龙袍,瞅一次见,就觉得很惊讶,就觉得很惊讶,很震撼。 在封建社会,龙袍,那是只有皇家才能够享用。 即使道士地位再高,皇帝也绝不可能把龙袍赏赐给他们,良烈抵制。 我们传统不是讲吗,身体发肤,瘦之父母,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轻易就剃掉呢? 因此,各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惕发斗争。 1645年,在浙江的江英,城内的数十万百姓拿起武器来对抗前来强制推行,惕发令的情敌。 这场斗争持续了整整81天,虽然以江英人的失败告终,但是也使清军折损了三个王爷,十八名大家,以及数万的士兵。 满清统治者为了缓解矛盾,最后做出了让步,提出了剃发的十从十不从。 其中有一条就是,生从死不从全使用。 按一般来说是五爪为龙,四爪为蟒,但是呢,也有是五爪蟒的。 这个区分呢,就是在那个黄子的青蟒和巨蟒上的那个蟒袍上,他们的那个也是五爪,但是呢,不能叫龙,只能叫蟒。 也就是说,同样的五爪龙形图案,穿在皇帝身上叫龙,而穿在其他人身上就叫蟒。 照这样推断,这位牧主人身上穿的就应该不太好。